欢迎大家来到孔子于鲁学传统的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大概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孔子于当代中国 第二部分是孔子于他的时代 第三部分是孔子的人格形象 第四部分是孔子的价值追求 第五部分是孔子的维学功夫 那么第六部分是孔子于鲁学传统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 孔子于当代中国 作为一个导论 有的同学就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讲鲁学传统 从这个现代中国开始讲 那么我在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从传统去认识传统本身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那样子我们只看到我们自身的传统 我们经常都讲 有比较才有判断 有辨别 那么在近代以来 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巨大的变化 对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形成了极其强大的一个冲击 这个冲击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可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那么从这个出发 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的传统 以及与西洋的传统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与西洋的传统的对比当中 我们可能能更好地理解孔福子的传统 大概在1921年的时候 梁淑明写他的这个东西方哲学 中西方文化这些哲学 在这里面梁淑明写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在今日的中国 这个西学有人谈 佛学有人谈 但是孔福子却谈不出口 为什么谈不出口 因为当时的时代孔福子不能谈了 孔福子变成谁都不能讲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 这个近代社会的基本的状态来看 那么我们通常在讲说 近代的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的变革 近代的社会 我们这个教会书上都在讲 近代是什么 近代是反帝反封建 反帝反封建 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面临了极大的内忧未患 反帝反封建 反帝反封建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人所具有的整个的价值观念 以及他的整个的社会形态 都会因为这个运动而发生改变 而反帝当然很清楚 比方说这个从鸦片战争开始 这个西洋的列强进来了 反封建很清楚 因为这个中国人在西洋的这个攻击下 显得非常的痛苦 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自身的传统 封建传统 所以有的时候反帝反封建 其实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用另外的词来讲 就是旧王与其蒙 旧王是什么 旧王是指的是说反帝 就是说针对的是外国的恋抢 中国要自强 所以你去看 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人都在讲 这个要强国 要富强 对不对 那么反封建是什么 反封建就是对国民进行 重新的改造和教育 如果说反帝是一种旧王的运动 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什么 是国家的主权的问题 那么反封建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思想和观念的层面 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的问题 大概就是旧王跟其蒙 所以你去想一想 我们在近代的历史上 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情 大概都跟这么一个主题有关系 旧王还是其蒙 旧王还是其蒙 实际上观世的另外一个 更为重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走 应该怎么走 很简单 西洋的所谓的现代化进来了 我们怎么办 也就是说面对着西洋的船间炮利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被人家消灭掉 还是分发图强 所以这里就面对人的传统 跟现代的关系 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 去想的时候 我们会说 中国那个时候进入现代化的历程 所谓现代化的历程是被迫的 但是被迫你没有办法 没有选择 必须去的 必须去的时候 面临的问题直风的严重 传统怎么办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个所谓的近代化的路上 中国的传统 跟这个近代化的进程之间 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冲突 或者说极其复杂的一种关系 这个复杂的关系 其实上我们从 近代以来的几个思潮的变更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近代以来第一个思潮是什么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干什么的 事宜常计议之宜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这个洋人打发了 打发了干什么 我们就反省 反省说 洋人为什么比我们厉害 就是他们技术特别强 所以我们学了他技术 所以这是第一个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 你会发现很清楚 我们后来把它概括成什么 中体系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也就是说我们反省了一下 我们其他东西多好 就是这个公用的层面 不行啊 对不对 像西洋学习 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都就还是好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你也可以看得孔夫子 毫无疑问是圣人 所以你去看在近代的 所谓的这个洋务派那里面 很清楚 孔夫子是圣人 但是后来的情形 又发生了巨变 洋务派的这个实践 被证明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们去引进了这个船间炮离之后啊 跟人家这个打 还是打不过 这样子时候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叫什么 改良之期 改良之期也就是所谓的维心变法 所以你去看维心变法的 这些人的观念 跟前面这个阶段相比 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他们不再讲这个西学为用了 因为他们讲要进行什么 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基本的基础 比如说这个时候已经涉及到了传统的基础的问题 但是很清楚 在维心变法的这些人那里 也就是说 以康良为代表的维心变法的人那里面 孔夫子仍然保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 比如说当他们去批判中国传统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孔夫子是没有批判的 还是好的 所以你看康良为讲这个孔子改字考 讲完 意味着什么 孔子它是好的 它是第一个变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孔子 不要学后来的鲁家 问题是后来的鲁家出的 不是孔夫子出的 是吧 很清楚 你看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维心派里面 最激烈的 谭世通 谭世通对这个中国的传统进行深刻的批判 但是孔夫子他不批判的 所以你看孔夫子在这个时候 还是保留了他的非常稳固的地位 维心变法的结果也是失败的 失败了之后就进入了第三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就是所谓的革命派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生变化了 比方说这个张太炎就很清楚了 张太炎就 他有两点讲得很重要 或者在后来影响很大 第一点 孔夫子不是圣人 只是诸子之一 也就是诸子百家里面一家 原来圣人现在变成诸子百家里面一家了 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 这个张太炎还讲 孔夫子这个人道德堕落 道德败坏 我举了很多的例子 说明这个孔夫子道德怎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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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想说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想想在当时的情况下 孔夫子事实上代表整个中国的这个道德的象征 张太炎讲说 你看孔夫子道德很差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孔夫子的形象得到 动摇了 所以这个动摇之后 接下来的情形就很清楚 侵害革命 1912年这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 很清楚地宣布 所有的学校不读经了 不要记孔了 所以孔夫子彻底地从这个正统的地位当中出去了 那很多人会想说 你看辛亥革命结束了 这个孔夫子出去了 孔夫子出去了 那不是意外在这个完成了 很简单吗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又发现情形发生了极为有意思的改变 在辛亥革命之后 很多人又开始尊孔了 你说刚才说革命党 把这个孔夫子给搞下去了 但是你看辛亥革命之后 尊孔的有几类人 第一类人革命党 革命党像黄杰邓时 所以后来所谓的国粹派 他们就是尊孔的 第二派是什么 保皇的 康良 尊孔 第三个是什么 复辟了 袁世凯 张勋 也要尊孔 第五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什么 这个洋人 这个外国的传教士 那时候有很多外国传教士 他们觉得孔夫子很好 不能把孔夫子给扔掉 所以随着辛亥革命的生理之后 孔夫子的地位反倒 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相反有很多人开始尊孔了 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发现 这里面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所以因为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政治上来看 你看 袁世凯复辟完了 张勋在复辟 对吧 那这个跟原来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呢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不过说民意上有一个民国政府 但是还是在那里搞复辟 政治上没有改变 社会上 孔夫子的道德被打倒了 对吧 新的道德呢 还没有 混乱 第三个 如果说从文化上来看 传统的 好像被抛掉了 但好像又没有抛掉 西洋的东西进来了 好像又没有学到 也是混乱 所以说从 无论从政治 社会 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当时就陷入了极大的危机 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发现 这里面有问题了 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近代的两大任务 旧亡与启蒙 如果说民国政府的建立 是旧亡的 在某种意义上的完成 那启蒙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说 要必须进行启蒙运动 所以才有后来所谓的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 是一种启蒙运动 这种启蒙运动 它是这样的 从观念上来改变 那它要启蒙 它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民国以来的 这个乱象 或者说这种混乱的局面 我们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这里你就会发现 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形 还并不是太简单 我们举一个很有名的人 这个是叫吴俞 吴俞现在很多人不认识 这个在1924年的时候 这个上海就有一家报纸 推荐这个说当年 推荐给这个很多人必读书目 就是像今天亚洲 大家要读什么书啊 推荐一下 当时这个新文化运动很厉害 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说 新文化运动你要看哪些人的书啊 三个人的书 第一个是胡适的 第二个是陈独秀的 第三个就是吴俞的 所以你看到吴俞跟陈独秀和这个 吴俞跟胡适是并列的 所以这个人很不得了 这个人的不得了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他早年是留学日本的 也所以说可以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从西洋回来的人 因为日本当时也学西洋的嘛 对不对 那他到他是成都人 他回到成都之后啊 跟他父亲闹讲了 所以1910年 这个很重要 1910年是在新内革命之前 他父亲把他告上了法庭 告上法庭是为什么 就是说他父亲是说什么 说这个儿子是什么 不给他赡养费 他父亲原来是个官员 所以为了这个钱的问题啊 把他儿子给告上去了 他儿子不笑 所以你看这个罪名很重要的 在传统的社会当中 你说这个父亲 把自己的儿子给告了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吴鱼是刘国阳的嘛 所以他就写了一篇东西 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 叫家庭苦去 也就是说家里面啊 没有温暖 只有苦 所以他在这个文章里面 列举了他父亲的种种的不对 比方说他父亲 这个人呢很坏 回到什么地步呢 为了讨好某个小寡妇 然后呢就去 就去把他们家的家产给卖了 送给这个小寡妇去了 然后呢天天在家里 骂他这个吴鱼跟他老婆 被他不给他们好脸色看 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的例子 得说一个结论 我不给我父亲赡养费 不是因为我不好 是因为我父亲不好 从道理上来讲一下 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问题是你要讲到 那个时候是1910年 放在那个背景下 是不可以的 两个不可以 第一个不可以 你不可以对父亲不孝 第二个不可以是 家丑不可以喂养的 对吧 你这个被你父亲告到法庭上去 然后你还要辩论一下 对吧 然后还要说你父亲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对吧 所以当时的很多人就讲 一个把这个吴鱼这个人 就地正法 就地正法 所以他怕了 怕又逃了 逃躲起来 躲到那个乐山去了 过来一会儿 这个辛亥革命爆发了 是不是 好 辛亥革命爆发了 吴鱼又从这个乐山回到了程度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所谓的这个革命军政府 这个判定吴鱼是赢的 因为吴鱼讲的有道理 这是新时代新观念嘛 对不对 他赢了 但是你就会看到 这个赢了之后 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好处的 因为虽然革命胜利了 但是掌权的人 所有的人还是原来的人 对吧 也就是说 当年对他很恨的人还在那里 所以呢 他虽然赢了 但也只能躲在家里 所以从1911年开始 一直躲到1916年 没有人踩他的 大家都视他为大逆不道 1916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出来了 新青年 也就是我刚才讲了 有些很多人觉得 中国要进行启蒙了 所以这个陈独秀他们办了一个新青年 新青年上面就开始启蒙了 这个来批判中国传统 这个在遥远的成都 现在不是遥远 当年还是很遥远 对不对 在遥远的成都 这个很痛苦的无语 看到了新青年上面这些文章 跟他讲的一样 所以他马上就给陈独秀写信 写完以后 他怕陈独秀不踩他 然后他就跟陈独秀讲 当年他写的文章 你那个好朋友叫张世昭的 很欣赏 说他是东南民事 没有人比得过他的 讲了一大堆 所以他寄过去 之后这个陈独秀一看 这个文章很好 所以从16年底开始 他连续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 还有一个很 他发表的文章全部都是批判传统的 因为他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就是批判的 批判的 他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观念 我们后来都是讲说 这礼教杀人 礼教赐人 谁讲 就是吴鱼讲的 鲁星的时候 看那个书里面 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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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叫赐人 后来吴鱼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礼教于赐人 你看这个多符合时代的潮流 所以吴鱼就成为了大名人 所以这个 他出他的那个吴鱼文录的时候 胡适给他写序 序里面就称赞这个 吴鱼是什么人 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这是第一个称号 第二个称号是什么 四川省指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你看这个名称大了 所以虽然在四川混不下去了 所以他到北京去了 1921年 吴鱼到北京大学 当时所有在北京的这些名人 比如说刚才讲梁树鸣 周作人 那些人都去迎接这个吴鱼 这个1921年秋天去的 开两门课 第一门课叫 这个朱子学 讲朱子的 先行朱子的 第二门课叫什么 国文学 而且他就开两门课 这两门课连着上 而且上都是最大的教室 所以说吴鱼受到了欢迎的程度 可见一般 也可以见到他当时的反响 但是问题是什么 上到这个一年底没人踩他了 因为他讲一讲去还是那些话 没东西讲了 所以后来有人讲 吴鱼这个人学问不好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事造英雄 他出来了 后来更致命的是什么 他身上还保留着那些 他所批判的弱点 比方说他也纳切 他也经常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对他女儿也不好的 整整诸如此类的东西 后来这个1924年的时候 前学童就讲 说这个什么是指手打孔家殿的老英雄啊 是孔家殿里面老伙计 所以这个是孔家殿里老伙计嘛 所以在北京汇不下去了 只好回四川 回四川嘛也汇不下去 原来还有四川大学都聘他去 后来没人聘他去 就在家里肿老了 这个解放前就死掉了 所以你看他 他这个人跟武士的这一高峰的时候 刚好就出现了 他出现了 但是你要看到 武士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完全在反对孔子啊 就不一定的 所以当时这个李大招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反对孔子 并不是反对孔子本身 反对是什么 被历代这个所雕塑出来的偶像 这是第一个 我反对孔子并不是反对孔子本身 是反对君主专制的灵魂 所以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他们不反孔子 所以后来人家说有一个真孔子 有一个假孔子 他们反对就是历代被利用的假孔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孔子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被保留下来的 所以你 这个前提在整个的武士当中都存在 或者说近代以来都存在 你要想到近代以来的人都是 从传统过来的 他们的很多都是传统的教育 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他内心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集中表现在哪里 对孔子的态度上 所以有的人讲说近代以来有三大主要的市场 所谓的保守主义 还有所谓的自由主义 还有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如果你简单讲就两种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保守的 一种是基金的 基金里面有两种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但是区别在哪里 他们的相同点在哪里 基金和保守的差别就在于对传统的态度 文化保守的这些人 大概都是弘扬 大概都是宣传这个传统色 不可以改变的 或者说至少是传统是好的 那个基金的是什么 要否定 否定 否定 但是他们中间是什么 他们的交集在哪里 孔夫子 所以近代的这三大思潮 都是以孔夫子为中心展开的 孔夫子是终点 往左走保守的 往左走是保守的 往右走是激进的 所以这个形成了两大指向 三种市场 因为他们对孔夫子的这种特殊的情感 所以我们说事实上就五世以来的这个启蒙 它并不是说在严格意义上 把孔夫子给取消掉了 所以你会看到在1936年的时候 1936年的时候在中共主导的 中共共产党主导的所谓的新启蒙运动 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极其有意思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张生甫提出来的 打倒孔家殿 救出孔夫子 所以你刚才很有意思 孔家殿要打倒的 孔夫子要救出来的 为什么 这是传统 所以即便是从五世以来的传统 一直是到 至少到1936年这里 你可以看到 孔夫子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保留的 当然孔夫子的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才进入被彻底的打倒 彻底的打倒 那是后来的事情 跟这个已经很久了 那如果我们说 这个孔夫子在近代所遇到的遭遇 是跟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相关的 那么在今天来讲 我们大概已经是上了上初步完成现代化了 对不对 那孔夫子或者说鲁学的这样的一种 传统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的 它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里介绍几种很有意思的观念 第一个观念 博物馆的收藏 列文森写的 这个列文森在西方的史学界是极其著名的 他有一个称号叫莫扎特式的史学家 这个是费正清的学生 费正清的学生 他就是研究中国的近现代的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被称为天才般的作品 《鲁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面 就讲到了一个博物馆收藏说 这个博物馆收藏说很好玩 那你要知道这个书是1960年出版的 所以他只考察的是说 从晚清民国到60年为止 这个所谓的鲁学在中国大陆的变化 那他提出这个博物馆收藏说是什么意思 他说在现代的中国 鲁学从两个方面都变成了这个收藏品 第一个鲁学的理论 鲁家的理论 他说已经不再和现实发生关系 为什么 因为鲁学没有办法提供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所以现代化跟鲁学没有任何的关系 从今以后鲁学只成为历史的陈列品 只具有收藏的价值 他说你去看 这个博物馆里收藏的东西 我们只是说它历史上有什么东西 没有说它跟现在有什么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历史上跟鲁学相关的所有的这个场所 所有的制度的东西都成为了收藏品 他举了一个历史 孔庙 他说孔庙在传统的社会当中 你看很重要吧 中心地带 对不对 大家讲学的中心 神圣的地方 他说在中国的现代 孔庙依旧保存着 但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也清楚了 第一个孔庙成为了一个景区 我也可以去旅游 景区里面 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对不对 不一定是看孔子 对不对 还有其他很多的游乐的东西 你说你有个景点 没有游乐的东西 谁去看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孔庙的虽然存在 但是它的存在的方式 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了 所以他认为 鲁学在今天 只具有博物馆收藏的意义 跟我们当下的生活 不发生任何的关系 这是一种极其有代表性的观念 当然它的观念 后来引起很多人的批判 它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是他所提出来的一种解释的方式 第二种解释的方式是余英史讲的 游魂 这两个字看上去就挺厉害的 游魂 游魂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飘来飘去 所以他说鲁学这个东西 在传统的社会当中 它为什么存在 它的存在的方式是很特殊的 你看很特殊吧 鲁学没有自己的团体的 它是跟什么联系在一起 跟整个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那近代以来 也就是说新爱革命以后 整个社会制度没了 鲁学的依靠的基础没了 制度基础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鲁学变成什么 变成无可脱身的东西了 没地方好脱身的 所以就是游魂 所以就是游魂 这两个观念 无论是游魂还是博物馆说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但就是认为 鲁学在当今的社会当中 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那这事实上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 很清楚就表明 这肯定有问题 传统跟现代之间的 这种张力下面 鲁学当然遇到了问题 那问题就在哪里呢 在于就是说 我们今天去看待鲁学的时候 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也就是说 是否仅仅只具有历史的价值 而没有当下的价值 那如果说跟这些不同 那比方说 我们说 它是不是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意义呢 提供某一些可能的方式呢 继续影响今天的生活呢 也就是最后 引了朱熹的这句话 它是不是一种源头活水 源头活水 源头活水肯定跟这个游魂 跟这个博物馆是不一样的 因为源头活水它是一直在流动的 它是活的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回到 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来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叫那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那拉出走 这个是在武士的时候 极其著名的一个话剧 很多人可能有听说过 这是义普生写的《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里面 最后这个那拉啪把门一摔就走了 出走了 对不对 所以当时是为了表明 表明女性的独立 自由 自主的这样的精神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在引路到中国之后 当时影响极其大 极其大 比如说你看当时有很多的 所谓的知识女性 离开家 表示着独立的精神 比方说 后来大家大概看过这个小说 《青春之歌》里面 写的那个《林道静》 对不对 比方说 那个作家叫萧红的 她离家出走 然后再有三次同 她附加离家出走 所以这个离家出走 在近代以来 是具有十分重要的 典型的一个意义 但是离家出走之后怎么办 1923年12月份的时候 鲁迅有一个演讲 就是《纳拉出走之后》 当时鲁迅就讲 《纳拉出走之后》 只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 饿死 第二个结果是什么 堕落 第三个结果是什么 回家 所以你发现这个很重要 饿死 没饭吃 出走是出走的 没饭吃 堕落 为了赚钱 只要堕落了 没办法 对不对 实在不行了 那只要选择回家 所以鲁迅说 它只有三种可能性 这个话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曾经 一种很积极的骨头 这个一定要出走 但是出走之后怎么办 问题不是出走 出走之后怎么办 这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说如果近代的精神 它强调个体的独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个体的独立 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它必须有整个社会制度的保障 社会制度没有 鲁迅说经济没有 好 完蛋 死掉 饿死 堕落 回家 这个故事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来 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其实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 现代化的语言 现代化实际上是从 这个鸦片战战以来 中国人的最大的梦想 我们一定要复国嘛 对不对 复国复民 在今天的状态之下 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 某些意义上的赋语 对不对 但是我们同样看到的是什么 还有很多的层面 没有解决 也就是说 如果现代化是一个 整体的概念的话 它不仅仅只有一个 经济上的附加 这刚好跟上面的想法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 还有精神和价值上的问题 所谓精神和价值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启蒙的问题 所以你之后再解释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叫 旧王与启蒙的双重变重 它说整个近代以来的 历史是什么 旧王压倒启蒙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启蒙有很多次的 比方说白日维新的时候 算不算启蒙呢 肯定算启蒙 很多已经进国了 比方说严父他翻译了 很多东西进来了 对不对 这算启蒙 这个新文化运动算不算启蒙 肯定算启蒙 打孔强电 对吧 算启蒙吧 后来1936年 我党主导的新启蒙运动 也是启蒙 可是这些启蒙 都被另外一个主题给掩盖了 旧王 也就是说 旧王的重要性 比启蒙在近代的意义上更重要 为什么 所以你去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 主要的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形态 或者说情绪 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种思潮 反导是什么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 我们要推翻满清 这是一种民族主义 后来这个 包括这个北伐 包括这个后来的抗日 都是一种民族主义 所以在近代战主导的是民族主义 也就是说 是一种旧王的观念 到今天的时候 大概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说 旧王这个东西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对吧 那比方说我们说 无论从GDP 从经济的生长的这个总量来讲 从这个整个的生活的状态来讲 好像都可以了 到问题是什么 被掩盖的那个问题又出来了 就像那拉走了之后怎么办一样 旧王完成之后 启蒙怎么办 启蒙怎么办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 现代化的另外一端怎么办 价值怎么办 所以这一端的缺失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经常批断 比方说这个 整个社会的价值的观念 道德的水准等等 诸如此类的现象的出现 这个跟启蒙有没有关系 那肯定有关系 所以 这就告诉我们 事实上 在整个的环节当中 我们似乎还应该重视一个 启蒙的问题 所以你看 在经济的状态之下 我们有一个比较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说 重塑核心价值观 这个核心价值观的重塑 其实事实上 也是启蒙的一种方式 启蒙的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 他想做到什么 想希望通过 从今天的实践来讲 他是希望通过 复兴传统来实现这一点 那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各位 大概都可以去看 去看 我们今天在讲 这个所谓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 大概我们所提出来的价值观 都是来自于传统的 那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又可以看到 传统跟现代之间的这个纠结 从 近代开始到今天 依旧存在 依旧存在 那 不管怎么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看到了一种 基本的事实是说 我们希望通过复兴传统 来实现 重建价值 对不对 也就是说传统并不是全栏 全栏是博物馆的 或者说全栏是游魂的 似乎他在我们今天当中 似乎在寻找一个传统 能够实现其价值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经常 这个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经常有很多的这个 类似的这个论述 你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中国传统的论述 这段话很有意思 是习近平总续记讲的 他的第一句话就很有意思 他说中华民族的 中华传统美德 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华传统美德是什么 就是以鲁家为代表的 这个就是文化的精髓 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 鲁学的传统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 所占有的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任务是什么 就是价值重塑 美德就是关注到 价值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后面讲的这句话 很有意思 不忘本来才有什么 才有将来 才有未来 对不对 本来在哪里 本来就是传统 也就是说 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不是可有可无的 也不是说他仅仅就是一种主爱 就把它抛弃掉 所以我们说这个没有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在传统的意义上 不断地向前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现象当中 今天有很多的表现 比方说 各位刚才看到 社会上有很多的 各种乐 国学乐 读经乐 对不对 等等这些东西 以及各种私俗 各种疏怨 你去关心一下 到处都有 并不是说这些现象 一定就是正确的 但是它至少表明一点 传统在今日的状态之下 成为了一种 可供选择的东西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人家需要提到一点 就是在2013年 11月26号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到区府去 到孔府去 他就讲了一段话 他讲了什么意思 就是说 意思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从传统当中 吸取今天的东西 也就是说 要发挥传统对于 今天的积极的意义 所以你会看到后来 包括之前的 有很多的现象 比方说 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包括在前几天 前几天 这个教育部出台了 关于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 指导纲领 这个意外是什么 意外是传统 对于传统的认识 或者说 对于传统在今天的认识 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 这些变化都在 试图都在暗示的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今天在某些层面 似乎很需要传统 那我们在今天如何去 让传统在我们今天 发生作用 或者说 发挥它的积极的 有效的方式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是回归到经典本身 回归到传统本身 所以回归是一种 复兴的最可评的方式 为什么必须是回归的 因为如果它是源头的话 那当然最有效的方式 是回到源头本身去 那么对于鲁学来讲 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讲 尤其是对于鲁学来讲 当然回到哪里去啊 回到孔夫子去 所以我们说 今天我们试图从 这个近代以来的一个 对近代以来的变革的 简单的讨论 来让诸位明白 为什么在今天的状态之下 我们需要回到孔夫子去 也就是说 你今天讲孔夫子 与鲁学传统 它的合法性在哪里 合法性就在于 它对于今天 或者对于当下 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 第一章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